你 你昨天也是穿紅色高跟鞋嗎 沒有啊 好 那 昨天是怎麼結束的 為什麼我會跟春青 昨天 昨天我要幫你們叫車回去 結果你們兩個一直在那邊要拚酒 不肯走 所以我就自己先走了 這樣 好 謝謝你 楊經理 你來了 我通知我們總經理 沒關係 不用 我只是來送光碟給他 那我們先走吧 那再麻煩你幫我轉交給他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他應該會主動聯絡我 謝謝 楊經理 你都來了 為什麼不上來坐一下 我想說你有客人 所以就不方便打擾 那只是朋友之間的拜訪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所以 昨天就是你跟他們一起去喝酒 一起離開的 不是 曹擁先離開了 是我跟孫淇淋在一起 我們喝醉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一醒來就 在飯店的房間裡 就你們兩個 莫名其妙還有 一隻紅色的高尾鞋跟絲襪 絲襪 絲襪 我真的 真的很不清楚 我也不知道中間發生什麼事 沒關係 其實你不用跟我解釋這麼多 我還有事我要先去開會 那你的光碟我已經拿給你助理了 如果有什麼事情的話 你再聯絡我 那我先走了 怎麼會真的 自己合作不算發生什麼事 拜拜 拜拜 我知道我們合作的關係 已經告一段落了 也知道不能用工作 當理由把你約出來 但是我們連朋友都不能做嗎 之前 你把筆還我的事情 我真的覺得很感動 還有我們長灘島的假期 也非常動人 可是 那都只是一部分的我 不是真實完整的我 所以你才會因為 我之前騙你 就誤會我誤會這麼久 那現在好不容易 我們誤會解開了 可是 你卻跟我說 你喜歡我 你想追求我 甚至你剛剛還說 希望我們可以當朋友 重新開始 的確 感情本來就是要靠感覺來培養的 可是我並不想光靠感覺來成就我的愛情 其實我想談的 其實我想談的戀愛 就像我爸媽他們一樣 他們因為了解彼此 所以才一步一步的累積 談一場 細水長流的愛情 那就給我一個了解你的機會 也透過這個機會 也透過這個機會讓你了解我 我不會再談過去的事 我們重新開始歸零 從朋友做情 可以嗎 可以嗎